立法的標準 我要提醒大家傅崑奇在這一次宣示一件事情 前幾天上節目的時候他講 在立法院這個地方 除了男人懷孕生小孩 其他什麼事情都可以做 意思就是這一屆的國民黨 將會沒有下線的挑戰人民的底線 所以我們在意啊 我們有道德良人在意青島二管是古蹟啊 我們在意你要做18要有防水設施啊 要有一定的破壞結構啊 才能夠做好 至少是定高吧 陳玉珍不在意啊 因為這一次副總招已經下了令 我們沒有下線了嘛 打架的時候我就很好奇一件事情 陳玉珍去抓黃捷吳佩儀的手 繞過網美會 網美會明明站在前面 他們應該要對抗 繞過去抓流量需求嘛 那第二個理論上這樣子手握著 委員手一下我不會用太想 你這樣手稍後 兩個人手稍後你會不會太想嘛 結果我在看黃捷跟吳佩儀的手一天一天啊 他們都用簽的嘛 他們的東西都用簽的嘛 這剛才是立法委員 如果要這樣的話 他都選對黨的 或是選四角的去做立委就好了 不然又接受院的 我們來台灣也很多選手 這一些人因為自己 這個就是立法院是一個班 成績不好的人 有認真讀書的人 成績好不好再說 把認真讀書的人拖下水 然後告訴大家 我們這個班是個放牛班 我們立法院是個爛機構 就是這些人搞出來的 我們這些成... 不要說很會讀書 但至少很用功讀書 然後想要維護大家的聲譽 然後想要讓大家覺得說 立法委員是認真上班工作的 有一個中介組織叫公都盟說 如果你有上班 如果你有質詢 如果你有提案 我們會跟你說你是優良的立委 那國民黨怎麼回應這個聯盟嘛 我在的時候五個黨 有四個黨參加公都盟的評比 國民黨說我不參加 國民黨說這個是立都盟 不參加 意思就是什麼 你們不要打掃 大家都不要打掃 只要這個班 不要以成績為標準 這樣我們就是大部的贏 我們就是老闆的贏 我們就是臭屁的贏 我們就是大型的貪負的 來參加公益的贏 他們現在就是在幹這種事情 所有國民黨的都是共犯 立委的素質一屆不如一屆 今天去動罷免門檻的人 就是怕死怕輸 怕沒有立委黨 昨天的衝突就是國民黨 意圖製造這個氣氛 讓人家覺得民進黨只是在搞破壞 但實際上是 民進黨去佔領主席台 是為了讓社會多一天 甚至多兩天的時間 讓大家討論修選罷法門檻 增加連署難度到底有沒有道理 他們一做這個動作 昨天有兩個人 一個叫陳柏惟本人 一個叫黃偉和發言說 陳柏惟的罷免是 這個陳柏惟罷免你們就說是民主的勝利 現在就自己要動連署門檻 這就是怕死怕輸 怕沒有立委當的民意代表 當然這個週刊的爆料 陳俞正是否認了 他說只是因為工作壓力很大 想請按摩師來辦公室幫他按摩 目前還沒有找到人 來 范老師怎麼看 你有想過立法院有變成今天這樣的一個情況嗎 我覺得陳俞正要在辦公室裡面告一個SPA館 他是要演什麼貴妃出獄嗎 我覺得那個畫面我是看的是有點難以想像 那我覺得剛剛大家都談到了 我們立法院其實是個古蹟啦 很多管線都很老舊 你要在裡面弄這麼大的一個SPA的一個設施 浪費水浪費電 甚至引發管路的出現一些問題 造成整個立法院的建築物出現了 麻煩的時候我覺得誰要負責 陳俞正你要負責嗎 所以我覺得這幾個立委 昨天包含我們看到這個王鴻威 去打那個林楚裔的巴掌 不管當然國民黨是指控說 林楚裔有踢王鴻威 我這個無法證實 即便有退一萬步講 你也不能打人家巴掌 打巴掌不但是一個暴力行為 而且是一個屈辱對方的行為 所以我們知道一般被打巴掌 那不是只是那個臉上痛而已 那是一種你被羞辱到的感覺 他那是連續揮拳爆發的 揮拳連續揮拳 我覺得那已經失控了 我覺得昨天立法院變成是一個女子搏擊大賽 而且我看女生打得比男生還狠 那我覺得有必要這樣子嗎 我覺得王鴻威我覺得他已經EQ已經失去控制了 我不曉得是什麼深仇大恨 你要把林楚音這樣子往死裡打 我真的覺得沒有必要吧 大家都同事嘛 過去八年來立法院當然也有衝突 但是大家都點到為止 他有一道不可跨越的紅線 我必須要講不管王鴻威不管徐巧心 不管這個金門的陳玉珍 你們三個人當然你們的選區都是藍大一律 所以你們是有恃無恐 你們知道罷免很難很難過 但是我必須要講 今天我們就是要抵制徐巧心 罷免謝國良 抵制陳玉珍罷免謝國良 抵制王鴻威罷免謝國良 我們要把這個憤怒投射在謝國良身上嘛 否則我們現在對這三個立委 我們莫可奈何啊 對 陳玉珍反正他金門本來就是一個 藍大於綠很明顯的地方嘛 他越是這樣演 他越有可能選上金門縣長嘛 他現在圖的就是這個啊 所以他就一直 這個是不斷的這個 秀下線不斷的這個 那王鴻威也是一樣啊 他的選區他覺得他這樣子 他可以讓他的這個深藍的選民 更加凝聚嘛 許小星也是如此嘛 那我們怎麼辦 我們無可奈何啊 那我覺得我們就把這股怨氣 委託基隆市市民 因為我們看到了嘛 這個禮拜天 有誰去基隆幫謝國良站台 許小星有去啊 王鴻威有去啊 對不對 陳玉珍有去啊 你們三個都去了啊 你們幫謝國良背書啊 好啊 你們幫謝國良背書 我們罷免不了 你們罷免謝國良可以吧 謝國良是靠你們三個人在撐的哦 你們在背後支持 不是背後是直接出來幫謝國良站台 幫他講話嘛 所以我覺得啦 基隆市民就靠你們了 我們沒有權利 我們不是基隆市民 就靠基隆市民把我們投下那罷免的一票 除了制衡謝國良之外 為什麼要制衡謝國良 遠見雜誌的民調 全台灣所有縣市 他的執政的陣地是最後一名 這個人值不值得罷免 當然值得有沒有正當性 當然有正當性啊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陳玉珍 徐小新 王鴻威 你們為虎作倉 你們也要負擔相關的政治責任 所以我拜託基隆市民 幫我們全台灣人出一口氣 對於國民黨這樣的一種敗刑劣跡 透過罷免謝國良 讓國民黨得到應該有的懲罰 拆糧小組昨天將罷糧的連署叔 送出四萬三千多份 到基隆市的選委會 那基隆市選委會說 從今天開始審查 要四十天的時間 但中選會有說 其實三十天就可以了 但是基隆市選委就說 不行 至暗難行了 非得要四十天不可 來 瑞德哥怎麼看 因為張一善是有提醒 基隆市選委會 是在跟國民黨的立法院黨員 在互相做配合嗎 到時候有可能 透過這個所謂的修法 將這個所謂的連署叔 因為要要求身份證贏本 然後把這些所有 四萬三千多份的連署 給退回嗎 目前為止呢 罷糧團體總共送出了 四萬三千一百三十八份 手上還有 手上還有 應該還有幾千份 那為什麼呢 因為你洗稿裂 雞蛋裡面挑鋼筋 上次單單這個幾千份 第一階段都挑出了 九百多份的鋼筋 你就知道 所以這一次有了前車之鑑 所以這一次呢 那麼特別留了幾千份在手上等等 那當然基隆選委會 說我壞天啊 就是謝國良的人嘛 這就是我們台灣最奇怪的地方 為什麼呢 謝國良的基隆市政府的人 組成了這個基隆選委會 然後我們這個要罷免他的市長 然後罷免要他的手下去審 這是非常荒謬的事情嘛 那當然公正不公正 全憑一張嘴 國民黨都說自己最公正啦 就這樣子啦 在這裡我倒是有一點意見 我一直呼籲檢調單位 尤其是檢察官 就蒙姐年喔 2021年 把總共國民黨在內所送出的四項公投 中央社卡卡基公 當時在連署前就有1600多個人死亡 甚至上那時候媒體報導說 1萬多個人死亡 對不起啊 這個案子偽造文書 現在辦到什麼樣子啦 麻煩告訴我們好不好 請全國自立也要給我們一個答案好不好 那時候不是 同樣一個筆跡 同樣一支原支筆 因為那個顏色都一樣 連署了好幾張 手法是粗糙 到現在怎麼沒有這個結果啊 兩份是中國國民黨連署的 兩份是中國國民黨提出來的 不要扮幾個人來給我看一看 為什麼 因為當他們這個八糧團體 送去基隆選委會 就有媒體號稱說 什麼有人 筆跡連續的幹嘛 他們都知道啊 這麼厲害 我問過 那麼曾經罷免過 這個Freddy的 這個等於說 中小平嘛 中小平說不可能 因為呢 很短的時間之內 連署的正本 影印本 這次不是正本影印本 數量不對 所以後來叫他們全部拿回去嘛 那事實上呢 正本跟影印本 因為沒有數好 所以呢 分數不對 這我覺得霸良團體要改進 他們現在也補正改進了 又重新把他送進去嘛 那聽說當時啊 那麼也為了 因為有第一階段的 被推薦的 這個被找麻煩的一個經驗 所以後來 在當場連署的時候 都有特別注意 他們連署的方式 你看看 幾樓 幾樓 F 退回去 F是什麼 F是F4要 F 退回去 所以大家都很小心啦 所以呢 那麼現在我預估啊 好啦 讓你退一萬份啦 退一萬份還是過啦 我講坦白 四萬三千多萬 讓你退一萬份好不好 還是過嘛 對不對 過了以後就投票九月嘛 退一萬份是要挑多少毛病啊 哎唷 他們的你放心啦 鋼筋很好挑的你放心啦 如果要跟你找麻煩 什麼麻煩都會有啦 一撇贏一勾一勾 都會可以跟你找麻煩啦 都會在下 對啊 我說坦白 對不對 所以呢 那麼好 我們大家眼睛睜大大地在看 看你基隆選委會你們怎麼搞 中央會跟你講 三十天就OK了 就夠啦 之前就已經三十天 基隆選委會硬要再拖十天 對 這個就讓你知道 他們就是司馬昭之星 大家都知道很簡單 為什麼 他就要跟你拚拚十天 就好像立法院 急著趕快讓罷免過 他們互相配合嗎 之前跟你講說 沒有啦 那個什麼門檻 沒有門檻拿掉啦 沒有說要比當選門票加一嘛 最後發現根本就沒拿掉嘛 所以大家要小心 他們都故意在那邊 深冬及西 故意放空去 目的就是要護航謝國良 不可以這樣講嘛 所以呢 那麼我們現在一步一步來 我跟你講喔 如果 如果 那麼你不再選罷反面動手腳啊 明年未必真的會去罷 這個國民黨的立委 但是只要你 你過的話呢 我說不要說明年 2026跟2028 你中國國民黨不用選了啦 對 來波威 這個基隆市選委會 敢有可能出後部啊 從基隆市選委會一直到 他們發言人出來講的事情 其實跟我們過去參與罷免 不管是罷免或反罷的邏輯 都不一樣啊 你不是應該要先收件 看一看 再決定能不能用 你不是一個大概檢查 就用退件的方式嘛 你又應該用補件的方式 這正常邏輯都是這樣子啦 你不要說今天罷免啦 你今天去補稅也是一樣的 你要欠什麼東西補什麼東西 你說啊 這個正本副本差兩張 你補那兩張 你不是幾萬份全部叫他帶回去啊 欸 我們那時候在拔這個的時候 你可能知道那是人籠接力 那樓梯上面這樣騎十幾個 然後他車上 他車到門口 他今天派差不多四五十個人去送走 我不知道基隆的狀況是怎樣啦 但是你現在要叫我送去的東西 來現在又人籠接下去 那一定 一定打擊信心的嘛 再來 有嚴重到這樣 致肌潦草或者是重複 你以前有聽過這種理哦 從來沒有啊 我也高度懷疑國民黨曾經獨裁 六七十年 然後我的對手 罷免方 在當地當過三四十年立委 我也可以合理懷疑他有抄名單啊 你曾幾何時聽過致肌潦草 所以這個叫做欲加之罪嘛 那你如果真的覺得有問題 拿來寫一寫 什麼時候 不是我就問啦 什麼時候致肌重複 是刪除罷免書的理哦 什麼時候是理哦 是那你就入法 我跟你保證我那理的一定更多 所以他今天就是要讓大家覺得 罷免沒有正當性 他們已經在做下一階段的準備了 他們已經準備要作戰了 你正常邏輯是這樣子嘛 像我像我自己二階之前 就是我們就正常工作 我把不能工作的時間縮短到最後十天 但是都還是有認真上班 就十天內來應付罷免 可是我不像罷免團體 他可以花很長的時間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他會面臨一個問題就是 當我當我認真工作的時候 那罷免團體他是可以隨時處理我嘛 可是今天在這裡的時候 他突然反過來 變成市府用他的資源 用他的發言人來對抗這個東西 那現在是要塑造怎樣 政府跟人民之間的戰爭嘛 市府你應該要做的事情 還是要面對廣大的基隆市民 你不能把他們當成敵人 把他們當成少部分 甚至把他們當成 就是完全不聽他們的意見 謝國良他大可以展現一個包容的態度 他大可以展現一個 我每一張連署書 都是基隆市民對我不同的期待 這樣就好了 你用對抗的方式 你用特徑的方式 你不調整在做政論節目的題目 讓我們做 你很怕我們今天沒說到 基隆又調整一條讓我們用 對不對 所以邏輯很簡單 只要跟以前一樣 你不要巧立明目 然後不要找發言人出來 講一些有的沒有的事情 什麼時候又有筆跡重複 又有什麼政復見 你正本英本插兩張 你平常正本抽兩張起來就好了 你就一定要補兩張 不然你就副本補兩張 你就要全部都拿掉 你不是在幹部 你是這樣在幹部 所以正面面對所有的意見 才是一個市府大家長該有的態度 是的確 不管怎麼看 這個基隆市選委會 堅持40天 中選說30天就可以了 所以這當中 中選委會士兵 有沒有辦法派人 余法這樣是不是可以來 基隆這個蔡議會上牌 謝國良牌 謝國良牌 蔡議會裡面的官員 這都是謝國良雞牌 當然他會站在謝國良那邊 所以他用行政去干擾他 但是國民黨現在要來救謝國良 他用的方式就是修選罰法 尤其我們剛才說的 為什麼基隆市議會平常要拿到四萬幾項 他就要等國民黨立法 我們要把通過的選罰法裡面 連數 罰便要付十分證 這四萬幾項沒有一個付的啊 現在不用嗎 他可以全部都拿了 如果真這樣就全台灣炸鍋了 是不是 所以我們在這裡請國民黨集合來輸贏了 你好等同過看看 你看基隆會過嗎 再來就是說 國民黨的地口就已經先做出改水了 公司要新的選罰法 國民黨如果在日本同過 適用進行中的罷免案 他現在把謝國良這個案件 定義做進行中嘛 因為謝國良案件 償金也要交得中嘛 所以他為了要清除時間 國民黨在日本同過的選罰法 因為他還經過的總統連數 跟他在政治實施 所以他盡量把投票向後延 對謝國良最有利嘛 所以一天一天他就要計較啦 三十日可以審査之後 他就要跟你討四十天啦 但重點就是說 如果要這種投票啦 最怕的就是 把企業兩邊都收起來啦 所以國民黨現在在日本裡面收作的 我覺得已經放棄謝國良了 竟然要害死了 像徐巧欣 陳玉珍 傅君子 翁翁的這個 你根本就是你把這個 拉高那個仇恨值 對 你看我剛才說的 要生產的媒體就開始在發 你這問題 任何人賣賣賣的 謝國良我們家在害死的 所以現在的差量啊 可以說是士氣高漲嘛 因為這是一個Kiss的對比啦 我今天說的喔 謝國良應該是要像三Q說的 他要能處理 他要跟阿基主席來面對嘛 你現在說不懂你今天 跟這個日本人這個共產的控制喔 第一 你定義牛關這個基隆 大家對這個事情注意到啦 對 其實喔 一個Kiss的就是說你會怕嗎 我們要罵你會怕嗎 你如果越怕就表示 這個Kiss的就輸贏了嘛 你會怕嗎 你要改法律你不會怕 表示國民黨的評估啊 這個罷免案是很可能會過 所以喔 我直接把法律改掉 讓你連罷免完全沒有機會 是 這個Kiss在這個方面對比 大家就看得很清楚了嘛 對 啊你說不懂用什麼法律要改法律 你看像這幾個在台灣這樣 王家學馬這樣黑白名喔 就會看出來 我跟你說 這個通貨的機會很大 年後說不懂越害怕的是什麼 你這個 社國人在今年教過的道歉 罷免成功啦 每年的罷免立委說不懂我們帶來的 會怕嗎 對 對 你等於第一戰都贏了 是 連市長罷免都 拆卵行動成功了 把社國人叫來 明年的國民黨立委罷免案 他們更怕 所以與其這樣子喔 通過這個罷免法的修正 不只保護社國人 還不懂得入院 也是在顧他自己啦 簡明哥怎麼樣看喔 這個當然就是說 現在我們很擔心啦 這四萬三千多人送進去啊 感覺有點啦 送入虎口嗎 有可能就任憑他們怎麼樣處置嗎 嗯 這件事情確實非常訝異喔 我們先來看喔 這個他們的發言人喔 就金融市發言人 這叫做李慶偉喔 他就說一句話喔 整個在收件過程 他就指的就是 差量團體 他們在收這個罷免書的時候 他用什麼字眼來形容呢 程序鬆散 你是哪一隻眼睛看到人家在收的時候 是程序鬆散 所以他現在下一個標喔 他想要透過這個媒體來發售說 哎呀 差量行動啊 他們在拿這個委託書的時候 是程序鬆散的 所以丟了一個球 那個球呢 就是要這個 金融市的這個選委會呢 把它接起來 程序鬆散 他就丟了一個議題說 哎呀 你看 這個影印本跟這個什麼 就是正本呢 數量不合 全部推薦 好 那當然呢 說真的 160千推薦 那你就找出哪些 把它抽出來嘛 理論上 你收完之後 你就逐漸找嘛 那哪些 這個我們說影印的跟你真的本本不一樣 就把這160分 好 就算是1600分 你就抽走嘛 我還是有足夠 他沒有 他要全部的推薦 好 這裡面呢 他有強調一件事 而且在這過程當中 就已經有傳媒就說 哎呀 裡面的重複問題很嚴重啊 那個字跡可能是有抄寫 奇怪 戰鬥蘭現在為了自己的聲量 根本就不顧謝國良 是戰鬥蘭想要把他那群人 搭到這個西隆市 創造他們的媒體的收視 創造電台的收視 你如果聽到電台 從早上7點鐘 一直罵罵罵到晚上12點